国际社会大力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同时 美国指控中国正在考虑向俄国提供武器 移用在战场上 还有英国媒体引述专家报道 中国是世界第四大武器出口国 可能正在秘密向俄国输出军事设备 对此中国外交部严正反驳 指出美方所谓的情报 不外乎是捕风捉影 尽管北京当局口口声声否认指控 西方国家似乎不买单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近期受访指出 确实有迹象表明 中国有援助俄罗斯的计划 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支持 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就在乌俄满周年之际 中国计划要推动乌俄的和平协议 并且承诺在本周提出相关文件 来产民用政治手段 解决乌俄冲突的立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回应 对于中方适处的讯号 基辅愿意和北京方面会谈 日前还有消息传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会在几个月后访问莫斯科 推动多方会谈 不过外界对于中国在这个时候 突然扮演和事老 都质疑中国可能是担心西方国家 越来越不信任中国而另有所图 华语新闻黄语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